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蓝配角 得奖的是朱千阳 以篮球电影下半场打开知名度的朱轩阳 连续两年以逆局和天桥上的魔术师 入围电视金钟奖 演技备受肯定 难怪你今天穿得那么爽 首先我想谢谢彩姐 谢谢远元 然后谢谢小如姐 然后谢谢柯仁东 还有凡西跟博伟 还有姚哥 跟黑教育大家 然后 很好玩的 谢谢 谢谢 杜轩阳 讲一下得奖的心情 我刚不是讲过吗 讲太短了 所以让你来这里补齐 现在讲完了 我又有講完了 好 其實就蠻 蠻幸福的我覺得 對啊 就是 我可以站在舞台上 然後看著 在座的各位在我面前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 我覺得對我來說蠻珍貴 我會記住這一個 moment 那黑的教會因為還沒有上映 又來了 又出現了一部還沒有上映的片子 只有少數的媒體跟影迷朋友 機會先讀為快 所以我們是不是請朱軒陽跟我們 稍微介紹一下你在黑的教育裡面 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你怎麼去揣摩他 其實我今天 剛好跟那個我的髮型師 聊天 然後就聊一聊發現 他的故事其實跟我的 就是黑的教育蠻像的 然後我自己認為 其實我們身邊周遭的 每個人應該都有友誼 只是友誼要怎麼去維持住 其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 想要去做事情 那 最後留在身邊的人 其實就 好好 把握 對 你最後的那個段句 非常有個性 那最後再幫我們聊一聊 你這次跟蔡凡希還有宋柏偉 就是一起合作的感想 我其實很感謝 柏偉 還有凡希 因為我一直都很了解 如果沒有 不管是沒有記者也好 或是沒有 沒有導演也好 或是沒有 演員也好 其實都是 成就我的一部分 也是 滋養我的一部分 所以 跟我有相關的人 我都蠻感動的 更何況 是我對手演員 因為之前 下半場的時候 其實一直都 很感謝邵訓 對 所以就是 我知道 有時候就是 沒有你就沒有我 沒有我就沒有你 對 講的太好了 好 其他的媒體朋友們 有沒有需要再補拍 或幹嘛 對對對 沒有金馬獎 也不會有我 朱軒陽 什麼時候變得 這麼的體貼 有禮貌了 我們恭喜朱軒陽 獲得本屆金馬獎的 最佳男配角 謝謝朱軒陽